那么今天是一个问题 非常复杂了 众生苦难 比过去超过十倍倍倍都不止 真苦啊 用什么方法帮助他 还是讲经教学 我们想想 讲经教学这个方法 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干的 是方三十 古往经来 一切诸佛菩萨通通都搞这一种 这个事情要没有道理 诸佛菩萨都搞这一种 为什么要看到有另外一个办法 那这个办法一定是无上的妙法 建立极乐世界就是做一个示范点 一切众生 你真搞明白了 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断烦恼 你就到这个示范区来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帮助你断烦恼 真不提 每一个宗教也都有示范点呢 它有天堂啊 那就是示范点的 特别是在现前的社会 没有这一点 讲的大家不相信 讲的时候会鼓掌 会点头 最后它会有疑问 你说的很好 这是理想做不到 你说的等于 那是在真干 真干呢 就要做个示范点 鼓声鲜鲜鲜 没有一个不是这样干法的 很多就地取材 就把我自己住的这个地方 做事万点 古时候做的最成功的 值得后代人念念不忘的 晨烫 七十里 一个小姑 她做示范点 做成功的 周温王 稍微大一点 一百里 中国的华里不是公里 一公里是年华里 那一百花里的五十公里 这么一个小地方 她也做成示范店 让当时八百多个祝货国 都向她学习 自动的 听说你好了 都来 都来看看 来向你学习 向你请教 尊臣你为天子 那不是用鼓励 不是用侵略 得到的 得心的感召 人里道德的教化 产生这么大的作用 今天这个世界迫切需要 需要 伦理道德因果 神仙的教训 需要 这个神仙 修学环境的示范店 在这个世界 越多越好 帮助这个世界 化解冲突 去化解人祸 化解在那 在那 是人心 不像的 星星 所感到的 不是自然的 自然是最美好的 自然是最健康的 最圆满的 自然环境 自然现象 还是受意念 控制的 所以 我们只要改正一念 端正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问题 通通都解决了 夏威夷 古老的医疗方法 不但可以治人 可以治这个世界 同一个道理 我们把居住 这个小地方 治好了 就把整个世界 治好了 一个道理 我们要相信 不能坏心 不能坏心 感谢观看